那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 那今天要来研究一下 就是原本呢 可以做四个的这个桌子 那拼接起来呢 要想要做240个人 然后这里有三长列 那到底要几张桌子 那这边24人呢 分三列 那所以呢 每列就是80个人 那我们要解的呢 就是什么 几张桌子才能够达到80个人 所以这边我们先观察一下 其实一张桌子呢 这里呢 对面可以做两个 但是呢 如果你这样拼成长的 那等于是什么 这里呢 还可以两个 所以呢 四张桌子 就是4乘2加2 这样子就是10 那我们要凑成80 那这边就是多少 这里的话呢 就是39乘2再加上2 好 所以这样子呢 才能够得到80个人 所以这次一排就有39张桌子 所以39乘上3 这边呢 得到117 所以总桌子数就是117 对 那做这种问题 就是先从小数字来分析 要掌握它的这个结构 像这个结构呢 就是说一张桌子 前后可以贡献两个 但是呢 最后再注意总量的部分 还有这个两侧 一个2 那通过这样分析 就可以找到答案 就先从小桌子里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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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从小桌子里来分析